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千年奇珍夜明珠究竟是什么物质 它是钻石没错 但是跟一般钻石不一样 清朝规模最大的黄林发生盗墓奇案 技术很深 不知道要非常懂华 你也很死 明朝古墓暗藏杀机 异道很迷狂的 不开西式珍宝背后的重重迷雾 本周一至周五 周五十二点 经典传奇 新式珍宝 惊天奇遇集 江西卫士 经典传奇 千年奇珍夜明珠 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 无意中获得的夜明珠 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还是一文不值的尼丸 江西卫士 今天中五十二点 鼓励播出经典传奇之 夜明珠 钻石 陨石 你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对于有过记载 但没有明确物证的东西 特别是西式珍宝这类东西 人们的兴趣那是打打底 比如 咱们都很熟知的和氏璧 传说呢 那就是楚人汴河 在当年的楚山找到的一块美玉 那为了这块美玉呢 汴河以欺君之罪 被两代君王 砍掉了双族 直到第三代君王楚文王起位 这块美玉呢 才被正式的建立为西式珍宝 楚文王还因为这个变河献宝有功 特地的把这块玉 命名为和氏璧 这是史书上的记载 但是这块和氏璧到底有没有 它长什么样 它谁也没见过 可是 就是对这样一个无可考证的和氏璧 千百年来多少人 潜伏后继 千方百计的寻找 结果虽然那都是不了了之 可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人们对他的好奇和探讯 好 咱们今天要说的呀 也是一件自古流传 让人很向往的这个千古奇珍的故事 那这个千古奇珍是什么呢 告诉你 叶明珠 听我这么说 您肯定好奇了 这个叶明珠也和和氏璧一个德性 都是只听说他没见过的玩意儿 你这是说的是哪一书啊 别急 我们慢慢来说 要说这个叶明珠的故事 时间可能要追溯的远一点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一年 那么故事的主人公呢 叫王湛奎 就在位 内蒙古赤风时 那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 王湛奎呢 正冒着风雪赶路回家 突然呢 他就看见公路旁 躺着一位老人家 看样子呢 应该是摔了一跤 晕了过去 那么王湛奎呢 就赶紧用雪 给老人擦了擦额头和手掌 然后呢 背起老人 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朋友家 在朋友家呢 老人苏醒了过来 得知是王湛奎 陪救了自己 很感动 于是呢 在两天养完之后 准备告辞的时候 这个老人从自己的口袋里 就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送给王湛奎 那这个小盒子里面是什么呢 咱先不揭晓 接着往下注 王湛奎拿到了这个小盒子之后 一点也没在意 不因为别的 而是蒙古族人有一个习俗 人与人之间呢 经常会护送一些小礼物什么的 也就是说 礼尚往来 那是很常见的 所以这个王湛奎呢 觉得老人可能就是为了打谢自己的救命之恩 送了一个小礼物给自己 他也没怎么在意 随手呢 就放在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这件衣服啊 他不太穿了 王湛奎呢 竟然把这个礼物的事啊 也给忘了 而这一忘啊 那就忘了 二十年 直到有一天 退了休的王湛奎 想要找一样东西 就来到了储物间 哎 翻着翻着啊 自己想找的东西呢 没找到 当时一下子发现了这个小盒子 这回呢 王湛奎的好奇心上了 他把这小盒子从储物藏间就拿了回来 准备打开看看 这一看 不得了 王湛奎就发现 这还真不是一件普通的物件 这是一个外表用黄布包裹的小盒布 解开黄布 你可以看到 小盒子呢 其实是用一整块骨头叼织而成 盒子正中间呢 有一把用毒金铜片做成的小锁 盒子上方 箱有两台整齐的这个银珠 而珠子中间呢 又嵌有两颗璀璨的红宝石 可以说啊 整个方盒子做工十分紧 观看这个方盒精美的外表 王湛奎啊 就有点震惊了 心想 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王湛奎赶紧就打开了盒子 这一打开 王湛奎啊 有点失望 把盒子里头用蜡 封得是严严实实 整整齐气 什么也看不开 那 这个蜡顶下 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呢 王湛奎赶紧就找来小刀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蜡撬开 哎 别说 撬着撬着 王湛奎啊 还真的就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 像泥丸一样的小球 我看呢 说他这小球啊 真不过分 还以为他拿在手里面 就跟小朋友玩的那个玻璃球大小差不多 颜色嘛 有点像土黄色 质地很硬 除此之外呢 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 说实话 看到这尾小球啊 王湛奎还真的是很失望 本来以为这么一个精致的小盒里 装的也应该是很精致的东西才对 可是看着眼前这个小球 哪里和这个精致它沾得上一点边啊 王湛奎 拿着这个小球 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怎么也总共不出这是个什么物件 在反复查阅了一些古官资料 没有答案后呢 王湛奎终于放弃了对这个小球的兴趣 他也没多想 随手就把他扔进了自己的鱼杆里 可是 无巧不成 恰恰是这一人 给王湛奎扔出了一个 惊喜 什么惊喜呢 慢慢来说 话说 就在这枚小球被扔进鱼杆没过多久 突然有一天 王湛奎家停电了 停电谁没经历过呀 一瞬间啊 伸手不见五指了 可是这次停电呢 王湛奎觉得很不一样 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 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而是在黑暗当中 看到了一束 非常明显的光亮 这个光亮从哪来的呢 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从那个有小球的鱼杆里 而发出光亮的不是别的 正是那个被他扔进鱼杆里的 像泥丸一样的小球 哎呀 这个发现那真是让王湛奎 惊讶得不得了啊 他赶紧把那个小球 从这个鱼杆里面捞了出来 等来了点之后啊 他放在灯下 仔细的就观察了起来 这一观察 王湛奎是一阵惊喜 我在拿出来以后呢 我这么来回担一看 在灯光下呀 在那个屋里一看呢 亮的一看呢 他的球啊 满球里头是展的那步 就是那个非常金色的小金星 你让那个小球 小东西 就是小山发光 在灯下 王湛奎发现 这个小球的表面呢 其实是有一颗颗的晶体 正是这些晶体 发出了一点一点 小金星一样的光芒 那么这些光芒汇聚到了一块 小球就通体发亮了 而且王湛奎发现 这个小球发光的规律呢 很有趣 它离光源越近 发光的效果越不明显 离光源越远 发光的效果越明显 换句话说 小球离光源越远 它还就越亮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发现 王湛奎呢 特地又把这小球啊 又扔进了鱼缸里 然后呢 把所有的灯啊 都熄灭了 您看 小球在鱼缸里 发光的效果呢 非常明显 跟一个小月亮似的 哎呀 事情到这儿 王湛奎的心里啊 真是有一股 说不出来的激动啊 没想到啊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球 其实是会发亮的 而且这个亮吧 它还不是一般的亮 据王湛奎自己说啊 还做过一个试验 如果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关上 这个小球发出来的光亮 甚至可以照清楚书本上的字 那么好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小球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白天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球 到了晚上就会发光发亮 事实上 最对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的 那还是王湛奎的自己 自打发现了小球会发光之后啊 这个王湛奎是白天看晚上讲的 每天拿着它不停的研究 终于跟这个朋友不断的交流讨论 在查阅了相关的古玩资料 以及联系到小球 夜间发光发亮的特点之后 王湛奎得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结论 自己得到的这枚小球 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西式珍宝 夜明珠 这个结论一出口 王湛奎自己都下了一桥 夜明珠是什么玩意啊 跟那个传世美玉和射碧一样 自古都是只听说没人见过的宝贝 现在这个宝贝就在自己的手上 这可能吗 这时候还是旁边的人啊 给王湛奎提了个醒 这玩意到底是不是夜明珠 你拿去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说的对 王湛奎一刻也没耽误 带上小球就来到了天津珠宝检测中心 还找到了这里的珠宝见证师李世伟 那么这次见证的结果怎样呢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泥丸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呢 发光小球技术鉴定 结果竟然让专家陷入屏幕 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此展开 这个推测则更让这个看似普通的小球 有了更加惊人的身份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说到王湛奎带着自己的这枚小球 来到了天津的珠宝见证中心 在这珠宝见证师李世伟告诉他 你要见证出这颗小球 它是不是夜明珠 你光靠一般的肉眼和放大镜观察还不够 一定要通过相关仪器的检测 事情到这儿 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个概念 就是说来说去 这个夜明珠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可能是很多的影视作品 带给我们的意见 一听说这个夜明珠 我们立即想到的是一种 绿色的晚上会发光的东西 可是在夜间 这个夜明珠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打个比方 有一种矿石 它叫银石 它会在晚上发光 可是这个银石 它并不是很贵 此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石 它也会在夜间发光 有的贵 有的便宜 它们都可以说是夜明珠 可事实上呢 这些夜明珠 根本就没有达到价值连成的地步 您看这张照片 一个号称是夜明珠的宾州石 卖多少钱呢 听好了 人民币 二六八块 二百六十八块 会员价还大折 一百八十八 好家伙 花一百八十八块钱 您就能够搬一颗夜明珠回家 您相信 可是您要说它不是夜明珠 它也不对 因为里面添加了夜晚会发光的 这个银石粉的缘故 它的的确确确晚上会发光 它也是夜明的呀 那么 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传说中价值连成的那种夜明珠呢 其实也有 我国呢 最早关于这个夜明珠的记载啊 可以追溯到史前炎帝的时候 据说这个炎帝啊 它得着了一样东西 叫石灵之鱼 虽然我们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东西 但是从字面上推敲啊 它应该是一块非常出众的美 因为这里的灵 表示的就是一种卓越的光彩 而且呢 这种光彩它是可以持续一整夜的 因此 这块石灵之鱼 就有了一个名叫夜明 也就是夜明珠 那么这个石灵之鱼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后来呢 有专家考证出来了 其实在古代 金刚石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来打磨做钻石用的东西 就被称作是美玉或者是宝玉 而那块石灵之鱼 也就是当年的夜明珠 它其实就是一块有着极强灵光的 散发着夺人光彩的金刚石 原来这个石灵之鱼的成分是钻石 难怪这种夜明珠 它会价值连城啊 看来这个夜明珠值不值钱 关键要看它除了会发光的成分外 更多的是什么材质的 好 有了这个概念 那我们就知道了 王湛奎的这小球 它到底是不是夜明珠 还有到底是不是值钱的夜明珠 同样也得看成分 经过检测 这一个硬度比较大 另外有导热性 就是热血的性质是吧 根据这些东西 我都确定它是钻石没错 但是跟一般钻石不一样 一般钻石都是等周精细的 而且是六方精细的 是钻石 这就肯定了王湛奎的这个小球 它的确跟那块石林之鱼一样 是值钱的夜明珠 不过 您可能也注意到 李世伟呢 在肯定了这个小球是钻石之后啊 他又加了一句 这个小球是钻石没错 但是呢 它不是等周精细的 而是六方精细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这个等周精细 六方精细的 听不懂啊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啊 那有点复杂 我这么跟你说 世界上的珠宝 它之所以有的会叫翡翠 有的会叫玛瑙 其实啊 都是跟这些物质里的 这个晶体排列方式有关 比如 按照一种叫三方精细排列的 那就叫水晶 按照六方精细排列的 那就叫祖母玉 而钻石 也就是金刚石 则是按照一种叫做 等周精细来排列晶体的 知道了这一点后啊 我们再来看王湛奎的这个小球 经过检测 专家鉴定出它是钻石没错 可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呀 一般的这个钻石啊 晶体排列呢 都是按照等周精细来的 可是这个小球 它很奇怪啊 检测出来它是钻石 对吧 可是呢 它的晶体排列 它却不是这个等周精细的 而是六方精细 那这个真奇了怪了 那你前面不是说过 按照六方精细排列的宝石 那应该是祖母玉才对呀 可这个小球是钻石啊 它不是祖母玉啊 可它的这个经细排列 怎么会跟这个祖母玉一个样呢 是六方精细的呢 我告诉你 你还别觉得奇怪 正是因为小球这个看上去非常独特 独特到甚至有点解释不通的特点 它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件 超乎寻常的无价之宝 为什么呢 我们来听专家总说 他说这个东西啊 他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说怎么无价之宝 他说我在美国呀 这个发现过这个东西 原来我在美国呀 但是搁了玻璃罩子 人家那个就是华盛顿的博物馆里头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有点像这个东西 但是不敢肯定 但是我导热一测的时候 完了之后又发了一些资料 来确定啊 他就是这个六方精细的陨石叶明珠 听听了吧 专家定义这个小球叫 六方精细陨石叶明珠 这个名字呢 真有点拗口啊 那个叶明珠就叶明珠嘛 怎么前面还要加上六方精细陨石 这几个字呢 哎 这您就不懂了 这个小球之所以可以被称作是无价之宝 恰恰就是因为这几个字 而这几个字也解释了 为什么小球是钻石 可却按照像祖母绿那类宝石一样的 六方精细排列的原因 因为这个钻石不是产自于地上 而是来自于天上 是天上下来的陨石 原来很早以前 美国呢 有一位经济学家 他在研究一块 从天上坠落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块陨石时发现 这块陨石呢 很特别 含有和金刚石啊 也就是和钻石一样多的这个碳元素 但是奇怪的是 这块陨石的经济排列呢 又跟地面上一般的钻石不同 不是成等轴精细排列的 而是呈现出六方精细排列的特点 好 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呢 这块陨石就被命名为 六方精细陨石钻石了 英文名叫朗斯戴尔 可能是因为这个朗斯戴尔啊 太独特了 所以呢直到目前 美国官方呢 一直都没有公开他的相关资料 一张照片都没有 神秘的那是不得了 所以呢 您看我们说了半天 还也没个图片给您瞧瞧 不过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说到这儿 您该明白 为什么王湛奎的这个小球呢 会被李世伟定义为 六方精细陨石也没有 因为这个小球身上 所呈现出来的特点 跟美国科学家研究的那个陨石呢 那是一样一样的 它是算是没错 可这晶体排列呢 却不是等轴精细 而是六方精细 那么这样的特性呢 目前只有那个 朗斯戴尔陨石段是才有 所以呢 非常非常难得 那到底有多难得 通过专家对他的估价 您就能够略是一样 据专家估算 王湛奎的这枚 六方精细 陨石叶明珠市场保守估价在三千到五千万人民币 好家伙 有了这样的定义呢 王湛奎乐得这个嘴都喝不容了 在李世伟等专家出具 完了这个珠宝鉴定书之后啊 王湛奎就抱着这个陨石叶明珠 连硬卧都没敢做 破天荒的做软卧回了家 到了家呢 王湛奎对这个叶明珠那可是 爱不释手啊 小心和睦 也是 长贫乍富 陡然这个富家翁 天上雕馅饼 偏偏还又砸到我头上了 你说谁碰上这样的事 他不乐呀 可是 好景不长 就在王湛奎沉浸在不能自拔的喜悦当中时 这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这个电话 让王湛奎的心情 一下子有喜悦的负点 跌到了沮丧的冰点 打电话的 他不是别人 正是给王湛奎那颗叶明珠出具 珠宝鉴定书的专家 李世伟 李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一块签字的那个 学习教啊 他不同意 他要作废了 那什么原因呢 那你不是 不是那个出了证书了吗 把证书作废了 结果学习教说我不懂外文 我不管那个 他说 他就说 那个 就是 他说 他不承认 不承认呢 结果呢 他要登报作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 当时呢 给王湛奎这颗小球 出具鉴定书的专家 有两位 一位呢 是李世伟 另一位叫薛志兆 可能是这位薛专家 他就觉得呀 要把这个小球 鉴定为叶明珠 那倒也没什么 要是再鉴定为 那是世界上第二颗 六方精细陨石叶明珠 那就要慎之优善了 还有必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检测程序 而在这一点上呢 薛之道觉得呀 他和李世伟做的还不够 所以要求 作废他和李世伟之前 共同签署的那张 珠宝鉴定书 好 那这个小球 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个 世界上第二枚朗斯戴尔呢 王战魁就怀着复杂的心情 找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在这儿 他将对自己的这枚神奇的小球 做最后的鉴定 那么这一次 鉴定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 这颗发光的小球 会不会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呢 发光小球即将接受第二次检测 这次检测会给小球主人 王战魁带上剑 一拨三折的检测之后 小球的身份能否确定 它是不是价值连长的 世界第二颗朗斯戴尔运时夜明珠呢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说到王战魁带着那枚小球 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在这儿 吴国中教授呢 为这枚小球做了检测 那么在鉴定完了小球是金刚石 也就是夜明珠之后 最关键的一部检测来了 就是要证明这颗夜明珠 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个天然陨石 也就是证明这颗夜明珠 它是世界上第二颗六方精细陨石夜明珠 对于这部检测呀 吴国中教授是这样建议 这就是用X眼珠来做它 用X眼珠来做 这个步骤呢 我们可能听不懂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您解释清楚 就是用这个X眼珠来做的目的 找出这颗夜明珠里面的一个叫 延石线的东西 而且呢这个延石线还必须是六根 同时呢这六根延石线 还必须和那颗美国的朗斯戴尔里的 这个延石线比对后呢 分毫不差 这才能够证明 你王湛奎的这颗夜明珠 是真正的六方精细陨石夜明珠 也就是世界上第二颗朗斯戴尔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 在实验室 小乔经过了X眼射 可是 让人失望的是 检测结果显示 小乔只检测出了四根眼射线 不用说 对于这个结果呀 别说王湛奎培了 就是我们呢 都有点失望 难道让人兴奋了半天的这颗夜明珠 不过就是一枚普通的钻石而已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王湛奎的好奇心呢 被彻底的激发出来 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个小球 这个已经被建立为是夜明珠的小球 绝对不仅仅是普通钻石 那么简单 王湛奎不甘心 他开始大量的查阅专业的资料 还跑到清华大学 专门向有关的专家请教 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在这样来来往往中 王湛奎培得知了一个消息 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 有一台更先进的X眼射仪 检测准确率呢相当高 王湛奎一听啊 当即决定戴上自己的夜明珠 再一次进行检测 而这一次 检测的结果又怎样呢 当时他拿着酒去做 做完以后他做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吧 所以当时他一开始走的时候 这走了一个角度比较小 转的角度小 那么这样的话 这走出来四根线 这更大一点 后来走到八十度左右 那就又出来两根线 这六根线的话就都出来了 结果六根线都出来了 他说我告诉你吧 这十颗陨石钻石 真的是六方精细陨石钻石 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二颗朗斯带 这真是一个令人震赞的好消息 2007年7月22日 经过吴国中等九位专家联合认证 中国保持协会和中国文物玉器研究委员会 一致认证 王湛奎的这颗小球 为陨石钻石叶明珠 作为珠宝 这颗叶明珠的发光性能极为特异 而作为陨石钻石 它又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而对于市场估价 专家称 无可显得 几经波折 真假叶明珠终于尘埃落定 当然 这颗叶明珠给我们带来的 不仅仅是对历史传说的印证 更多的是通过这枚可以叫做西式珍宝的叶明珠 我们发现了自然界神奇玄妙的物质物理现象 的确 现在通过高科技的手段 我们已经可以制造出普通意义上的叶明珠了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叶明珠已经不在神秘了 但是对于大自然更多奇妙现象的探索 对于历史文明的不断探究 应该要比能够制造出神秘叶明珠具有更多的意义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中午十二点 将军卫视 咱们继续经典传奇 将军卫视经典传奇 情节更饶人 故事更离奇 几经转手 运波不断地牵引上河图 当时是苏联苏军的水池才不合几次 查了三次 大概都没找到这个气质上 千年奇珍夜明珠 精进是什么物质 它是钻石没错 但是跟一般钻石不一样 清朝光摩最大的黄连 大声盗墓奇案 几时很深 不知道要非常懂华 你喜欢死 明朝古墓暗藏杀鸡 你倒很迷狂的 不开西式珍宝背后的重重迷雾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西式珍宝 惊天奇遇集 故事更离奇 人物更神秘 情节更曲折 悟命即将一一揭开 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